賴清德站在父母親畫像前 向賓客介紹 這次他萬里老宅內部瘦度曝光 看起來陳設簡單 做玩具槍起家的臺灣槍王 廖英熙在臉書剖出照片 透露三年前曾前往拜訪賴家老宅 聽賴清德談喪婦的悲傷故事 廖英熙表示選舉應該回歸正能量 憑經濟不要鬥政治 但賴家老宅已經被全面犯政治化 鄰居都快受不了 賴清德萬里老家公寮連日來 變成政壇另類打卡店 鄰居不堪騎擾 拒牌抗議 說著說著民眾氣到正起身來 儘管賴清德宣誓要將老宅交付 公益信託 但藍白繼續追打 除了賴世保質疑 民眾黨不分之立委候選人黃國昌 也在臉書開嗆 依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七條規定 部總統本人的不動產 從就職起三個月內因交付信託 如今才說計畫交付信託就是謊言 追及被綠印駁斥 事實上萬里老屋並不是在賴清德本人的名下 所以沒有所謂的交付不動產信託的問題 持續的猛烈攻擊 幾乎是要轉移自身的一些焦點 目前老宅登記在賴清德兒子名下 不適用於公職人員財產施暴法 賴清德的信託做公益藍白無法滿意 政治焦慮還在繼續剝奪了 礦區小鎮的寧靜 三水焦慮先後採用台北 怎麼了